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讲,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内奸 我们是一个跟主公正对门的,那么我们看主公选谁 那么主公的话,选择了大公皇帝元大嘴 那么我们这个主视角玩家是个内奸的话 如果要学的,要保留的久一点,就可以选那个 那个谁啊,吕布啊,或者是佐慈啊 那么我们主视角玩家,选择了曹丕 那么单说曹丕是一个不适合当内奸的武将 但是在袁绍局,那没办法 这个袁绍说句话啊,你是控制不了他放箭的 因为他一旦如果箭射起来啊,你绝对是控制不住他的 那我们只能就是说,进行殊死一波啊 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曹丕啊,那么 那么我们只能说什么,我们只能内装中备 是不是,给袁绍疯狂的补牌,让袁绍给我们疯狂的打工 然后把他的自己人全部打死之后啊 我们才能这个一波干啊,这个我们只能预想这样子 是不是,全都去死吧 那么我们只要尽量啊,尽量要看郭佳和袁绍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啊 那么郭佳这个卖学啊,他自己打无限,还自己主动出来挨打啊 自己打出反无限要挨一次打,然后要强行给主攻补两张牌 那么强行给主攻补两张牌,那么我们曹丕也强行给主攻补两张牌 那么我们看,华托这个家伙是什么啊 华托这个家伙是第一次啊,给郭佳打无限的 那很明显啊,很明显郭佳不是想让这个郭佳啊 不是,华托很不想让郭佳卖牌啊 所以说这个家伙是个大盘贼啊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指望着华托来给我们急救了啊 我们一来自己有个桃子啊,自己有个桃子 我们关键性的时候,哎,可以补一下自己 还有我们关键性的时候还有一张闪 所以说啊,这个剑啊,已经放了四轮了啊 因为很明显啊,郭佳给我们出了一个桃子 我们已经啊,三轮了,已经三轮了 那么,该啊,闪,该有的,那确实是有了啊 没了,那确实是没了啊,弓箭手,准备犯剑啊 那这一次的话,这个桃子我们救自己之后啊 尽量啊,就不要去翻袁绍了 因为尽量袁绍补两张牌上去啊,肯定是要这个翻天的 那何况啊,你要想到,忠诚死了 但是,我们的这个,反贼也要阵亡啊 因为已经射了这么多箭了,是不是? 好的,那么这个华佗啊,终究还是要被倒下的啊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看袁绍能不能再把他的忠诚打死之后 那我们就特别爽了啊,好的,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 那这个就尽量不要让他翻了 但是我们主持角玩家,还是让他翻了,还是让他翻了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啊,该内奸,该跳,确实要跳了啊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袁绍射了那么多箭 我们肯定,想都不用想啊,袁绍锁力肯定是没有闪的 所以说,我们是先一个火攻啊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排这么多,火攻命中的几率肯定是大大的能提升的啊 所以说,这个浪费杀去杀元素的话,那我们还不如去杀元素是不是 好的,老天不住你元家,住的是我曹家啊,住的是我曹家 所以说啊,你打工皇帝的称号啊,你一辈子别想逃脱的啊 这个大卫核心啊,这个玩过,喜欢玩国战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这个大卫核心啊,曹少啊,曹本初 他不是,他不是元家人啊,是曹家人啊,是曹家人 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把是一个,七号位的大盘贼啊 主视角玩家选择了流风,那么主攻啊,哎呀,主攻选择的是一个非主流主攻黄中啊 好的,那么这个我要其实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 黄中啊,这个不是黄中,我们流风的逆啊,拿了两张逆的 到时候啊,如果要杀我们啊,这个逆当杀啊,他是没有颜色,没有点数的 所以说,黄中如果想要用逆来削我们啊,他前提还是像有一把刀的啊,他先要砍得到我们才能那个 他如果本身的杀,想要杀我们流风,那那是你技能啊,但是我们如果你黄中想要用逆来削我们啊,你只能有距离啊,只能有距离或者攻击范围啊,不然的话你是不能那个 而且啊,这个你黄中拿逆削我们的啊,是没有颜色的啊,是没有颜色的啊,刚刚我也说了,流风的逆当杀的时候啊,是没有颜色,没有点数 所以说,人王盾是对于我们流风来说是没有效果的啊,因为我之前啊,这个,落雪不知道啊,因为我跟他打过一把啊,就是说我招了人王盾 他就是,好心嘛是不是啊,拿两张黑的,这个黑的逆来削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出闪啊,因为我们这个逆的杀是无色,没有点数的 所以说黄中如果想要杀我们猎公啊,这个除非啊,你要有这个攻击范围啊,你有攻击范围,拿逆销我们啊,你该强中的时候强中,该伤害加一,伤害加一,是不是啊 好的,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位置说实话啊,选这个流风当反贼的话,其实危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毕竟你主攻还是很近啊,主攻一个加一,一个减一嘛,或者一把简简单的武器就能疯狂的销到我们,是不是啊 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苏尔香几手没动,关瓶的话几手去打无限啊,那么从看得出来啊,这个关瓶在黄中局啊,当忠诚其实是非常给力的 因为黄中这个家伙改了之后啊,他是不需要距离的啊,有杀就行,除非这个杀的点数特别小,是不是啊,那他没办法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一个火攻把老太太干死了,因为我们的无限是杀,他是一个反贼,然后大乔的话去乐他也是一个反贼 那么蛮虫的话去杀大乔,然后进行撞箱啊,那么明着两个反贼不去进行,他去进行一个未知身份的撞箱 那明明着明确了啊,我们三连,四连反,那么后家的老太太,那就更不用说了,他要不就是内戒,要不就是忠诚,是不是啊 非奸即中啊,非奸即中,所以说我们咋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无异,不是,无限的话有可能就保不住了啊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三个人就要挑大梁了啊,挑大梁了,那么怎么挑啊 那黄中的话,说实话啊,这个该打的时候还是要打,但是老太太的这个,有老太太在啊 就是说老太太是一定要打的,老太太是一定要打的,不能等事实上相觉醒之后,我们再去动他啊 这个一定要老太太啊,不留余地啊,一定要干掉他 但是我们关键性的时候断杀,再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不是啊,三国闪嘛,是不是啊 后期断杀是特别特别严重,所以说在后期,别说后期了啊,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啊,一张杀就特别特别贵,是不是啊 好的,行人于不义,溃敌于无形,那么老太太一定要干,是不是啊 老太太的牌扒掉啊,他就失去了补义的机会,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好打了啊,我们就好打了 因为这个老太太阵亡之后啊,这个狮让香,哪怕让他觉醒,我们都不会怕了,是不是啊 那你拆我们一张,这个藤甲有有何用,是不是啊 接下来的话,我就疯狂把你啊,我就疯狂把你,把的你不要不要的啊,把的你不要不要的 那么这个关键性的时候,大乔没有刀啊,不然的话,方天一骚十类,带一下大乔,然后大乔再流离一下啊 等于说,这个狮让香,或者说是呂蒙要挨,啊,黄中要挨两次刀啊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八排啊,要去八排,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直接就是你招还是不招啊 这个我们的蛮处空排还是非常非常爽的啊,一个过河拆桥,把黄中的手牌拆了,然后一杀 那么双小香,你如果有桃子,那也没办法,就算我们下回合再来干你,下回合再来干你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轻松拿下这一局啊,我们的关,不是刘峰啊,不是关后 我们的刘峰,不仅仅是一个空场型的武将啊,我们刘峰也是能输出的啊,我们刘峰也是能输出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啊,也是一个新的武将 刚刚啊,昨天登录online的啊,我要昨天登录online的话,这个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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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昨天了啊,这个什么时候了,这个这个1月11号登录的啊,这个说都缩嫖了啊 1月11号登录的啊,我就,就有玩家啊,给彩虹同稿了啊,这日子都过过混了啊,就过混了,1月11号,这个上线的啊,1月12号上线的啊,那么我们是一个新武将陆季啊,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下他的技能嘛,是不是啊,这个橘子哥啊,橘子哥就是陆季啊,我们这个陆神将陆迅的这个丛书啊,就是说格房的叔叔啊,就是用彩虹这边啊,这个方言说就是格房的叔叔啊,就是要不就是,要不就是 这个这个隔背的叔叔啊,就是跟跟他老爸啊,这个陆陆陆神啊,陆神将陆迅他爸是陆郡啊,就是说这个陆郡啊,跟陆季啊,是兄弟关系,是堂兄,应该是堂兄弟关系啊,反正他们都应陆啊,陆家门里里面的啊,这个第一个技能啊,怀菊,菊子哥怀菊啊,游戏开始时你可以获得三个菊的标记啊,然后括号啊,有菊的角色受到伤害时防止 刺伤害,就是说这个九杀啊,我只要一去一个菊就行了啊,然后一去一个菊啊,然后啊,这个分号有菊的角色摸牌阶段,可以额外摸一张牌啊,就相当于一次英姿啊,相当于一次英姿啊,第二个技能啊,以离啊,以离出牌阶段开始时,记住是在出牌阶段开始时,所以不过我们被乐的时候啊,是不能发动以离的啊,以离出牌阶段开始时,你可以流失一点体力,或者啊,一去一个菊, 然后另一名其他角色获得一个菊啊,就是说我们有菊的时候,我们可以移给队友,或者说我们如果没有菊啊,我们流失一点体力,给一个队友啊,刚刚我们肯定是分了一个菊子了啊,这个我记得分给了李如啊,第三个技能啊,整论啊,若你没有菊,然后我们跳过摸牌阶段,然后获得一个菊,所以说冰凉春蛋如果来冰我们的话,就可以平白无辜送我们一个菊啊,冰凉春蛋冰我们,我们可以平白无辜送拿一个菊是不是啊,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李如的话,被这个蔡夫人啊,这个黄盖啊,疯狂的揍啊,包括孙本啊,这三个都标凡了啊,这三个是个大坏人啊,是大坏人的,接下来的话,那就是都大好赢了啊,那这个李如的话,那就要看他的自己的能力了啊,我们该救的时候已经救了,该菊子该给你的时候也给你了是不是啊,头子也吃了,菊子也吃了是不是啊,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本事了,那么看这个万箭启发,能不能抵挡得住这个万箭启发呢 那么我们关键性的时候,该闪还是要闪的啊,好的,那么这个我们是没有桃子的啊,这个小乔出了一个桃子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啊,李如他的大招还没用呢啊,李如他如果能临死之前啊,把他的大招开了啊,就是把他的贡献做出来,那绝对是这个非常非常爽的,但是如果李如把这个大招开出来的话,小乔是要妥妥的烧一股的啊,所以说的话,这个你该怎么打就要怎么打, 这个宁错杀不放过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大招说实话是可以开的啊,但是我们的李如并没有开大啊,因为开大的话说实话,我们可以想一下啊,我们弃一张,然后小乔,烧屁股,然后流风坑一下黄盖,弃两张啊,弃一张手牌为一张白鱼狮子,是黄盖果断烧啊,接下来是 深测一张啊,槽批两张,再加上可以绝奔一下黄盖,说实话,这个大如果开的话,其实并不亏的啊,是并不亏的,因为小乔,虽然平白无故受了两点火焰伤害,但是毕竟啊,他的位置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这个,这个他竟然不开的话,那就没办法啊,带着他的大招啊,就,这个那个傻了啊, 那接下来的话,就靠我们三个反贼了啊,靠三个反贼,我们来逆转乾坤啊,何况,我们是一个新武将,陆继啊,我差点说成陆绳了啊,我们新武将是有新武将光环的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曹批,你有诸葛莲鲁和简易码,又有何用啊,到时候分一个橘子出去啊,好的,那么我们是流失了一点体力啊,因为我们手里是有一个桃子的,我们是流失了一点体力,让刘峰获得了一个橘啊,然后刘峰有橘子, 有橘的话,他是能摸牌阶段能多摸一张牌的啊,就是说,刚刚也发现了啊,这个刘峰是触发了因子啊,有因子的啊,有橘子的啊,有橘子的啊,有橘子的武将啊,有橘子的武将是摸牌阶段啊,这个摸牌阶段可以多摸一张牌,包括我们啊,包括我们自身带局啊,我们也可以多摸一张牌,就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说说话啊,这个我们可以啊,就是说,这个发动一次整论啊,我们跳过摸牌阶段,然后 获得一个橘,然后在出牌阶段啊,在跳过这个,出牌阶段的时候啊,发动这个以礼啊,把这个橘子分给小桥啊,虽然小桥有天香啊,但是,这个他有橘子一来啊,这个保不起小桥有没有黑的时候啊,没有黑桃和红桃的时候,但是毕竟有橘的时候,他能多摸一张牌是不是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刘峰啊,是我们现在反贼比较这个啊,忠诚方面啊,这个祖宗方他们首选的目标,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尽量保住刘峰啊,就是有橘子我们尽量去给他啊,那么刘峰,哎,有橘子他就能多摸牌啊,所以说,我们陆继这个武将啊,说实话,他虽然啊,忠诚,我第一,因为当时候阴雷包刚刚出现的时候啊,我读陆继的时候,陆继这个武将啊,陆继这个武将啊,陆继这个武将,他自身是一个中,内,凡,足,都是可以当的一个武将啊, 就是说他这个武将是四个身份都适合当,但是啊,他当忠诚和当反贼的收益啊,绝对是 他当忠诚或者说他当反贼啊,给团队的收益绝对是最大的,所以说,这个武将啊,其实是值得入手的,而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上手啊,那个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说,这个陆继啊,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武将啊,非常好玩的武将啊,哎,这个,我有橘子啊,我有橘子,你,你能奈我何啊, 要记住啊,我们初始是有三个橘子啊,我们初始只有三个橘子,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我们有流风控场啊,再加上我们橘子给他多摸一张牌能输出啊,所以说,这个,有陆继在场啊,有陆继在场,你绝对是捞不到好果子的啊,有捞不到好果子,所以说,这个生闷啊,其手就是不想玩了啊,就不想玩了,其手就去把主攻干掉了啊,说实话,这个陆继说实话也是, 一个比较蛋疼的一个武将啊,所以说陆继啊,就是说以后啊,以后如果在身份场能看到陆继,如果不是自己人啊,绝对是要果断去干他的,因为陆继啊,他不是说像鲁肃一样啊,这个我先放在那边啊,他不能翻不了,虽然他翻不了天啊,不像鲁肃能翻天啊,说啊,鲁肃亮一会儿啊,我们到时候也能打,但是陆继是绝对不能亮的啊,这个发现陆继不是队友啊,一定要去打他啊,但是这个虽然他 他起手是有三个橘子啊,这个三国沙里面,无论任何武将啊,你别说陆继有橘子啊,这个打他不好打,无论任何武将啊,你群起而殴之啊,任何神将都抵挡不了的,任何金将都抵挡不了,哪怕是神曹操啊,你四个,别说四个啊,三个武将一起围攻他,他能归心又能如何,是不是啊,所以说啊,这个, 不要看见陆继就特别怕啊,这个该打的时候还是要打的啊,把他的橘子该打完还是要打完的啊,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哦,那么结束之前啊,也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句话啊,视频结束后方啊,有字幕啊,字幕上有彩虹的投稿邮箱,希望广大的玩家啊,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